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处理期大厂,LMD在台湾召开创新日,Innovation Day活动。 LMD执行长苏兹风气临现场,广达、英业达、人保伟创和朔群联等众多台湾电子产业链大厂负责人也纷纷到场出席。 据了解,在此次活动上,苏兹风介绍了AMD旗下首款整合X86处理器的AI引擎、Ryzen AI,以及各项领先的技术和产品。 这是AMD继五月底亮相台北电脑展之后,执行长苏兹风再次访问台湾参加AMD Innovation Day活动之余,随后还不忘再次拜访了合作伙伴,包括台积电、日月光、和朔等公司。 还在一场闭门会议邀请了供应链相关企业的高层,包括台积电、和朔、祥朔营百、秦城川湖、双红蓝电、新兴等。 苏兹风表示,高效能运算兴起,AI成为近期最热话题。 事实上,AI已存在很久,因为ChatGPT的兴起,市场才开始对AI有更多的感知。 AI还有很大的发展机会,但市场变化极快,因为未来五年,AI将无处不在。 不过,AI要成功需要软硬体协同,AMD在这方面也有相关投资。 尽管过去两年经历大流行影响,但电竞、教育市场需求仍在。 苏兹风说明,PC是非常大的市场,AMD与PC供应链和晶圆代工厂有相当好的合作关系。 他进一步强调,AMD与晶圆代工合作伙伴台积电的合作关系紧密。 AMD还介绍了AI平台策略,为客户提供广泛的运算引擎组合,开放且经过验证的AI软体, 希望积极与业界进行更紧密的深度合作,盼能推动高效能运算及AI运算的发展。 苏兹风还表示,台湾供应链对于半导体产业很重要。 对,AMD也同样如此,所以也通过这次的活动,向供应链伙伴阐述AMD未来的策略。 在Innovation Day活动中,对于PC市场,苏兹风表示,个人电脑仍是非常大的市场。 AMD与电脑供应链和晶圆代工厂有相当好的合作关系。 其中,AMD与晶圆代工伙伴台积电合作关系尤为紧密。 在2017年之时,AMD在PC市场的市占率仅1%,而随着双方建立生态系合作后,才有了AMD现在的成就。 为了扭转颓势,2017年,AMD正式发表了基于Zen架构的第一代锐龙处理器。 当时采用的是哥罗方德14纳米工艺,开启了Zen架构的元年。 特别是在2019年,AMD正式推出了Zen2架构,并且选择了台积电7纳米工艺代工,正式开启了AMD在PC市场的大反攻。 此后,AMD与台积电持续深入合作。Zen架构的持续迭代,迭加台积电在先进支撑上,持续的技术领先优势。 AMD在PC级伺服器市场的份额也是持续攀升。 Mercury Research统计显示,截至2023年一季度,AMD在桌机领域施占率为19.2%,在笔电、行动装置领域,AMD施占率为16.2%,在伺服器领域,占有率为18%。 需要注意的是,Mercury Research的研究数据基于处理器供应商的数据,而不是零售商数据,因此并不反映零售业的实际情况。 AMD执行长苏兹峰访台期间,重点与供应链合作厂商会面,除电子代工厂合硕及电信厂商中华电信、晶片厂详、群联与AMD合作密切,也是会面的厂商。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祥硕是AMD晶片组的主要供应商,两者业绩联动性高,祥硕去年一度因AMD缺货影响业绩表现。 群联则与AMD合作开发PCIe Gen4产品,双方目前进一步合作PCIe Gen5产品开发。 据悉,群联执行长潘建成是杨明交大接触校友。 杨明交大日前表示,苏兹峰是由潘建成推荐或通过,成为名誉博士。 近日,何硕董事长佟子贤表示,苏兹峰与台湾产业界走得非常近,就何硕集团来说,从上游到下游跟AMD碰头机会相当多。 比如说,何硕集下景硕是AMD供应商之一,所以说苏兹峰来台,会跟何硕上上下下很多高管碰面。 供应链消息称苏兹峰重点则是拜访台机电总裁魏哲嘉等高层,与日月光集团等会面,可能会研讨未来三奈米、二奈米先进制程,以及先进封装合作策略。 尽管AMD官方没有透露苏兹峰与厂商会谈的具体内容,不过业界认为这次访问供应链厂商,主要是为第三季度量产MI300系列AI显示卡打前哨,确保产能,毕竟汇达的AI显示卡就遇到了供不应求的问题。 如今,AI显示卡市场炙手可热,但汇达一家独大,占了90%的份额,A100、H100两款显示卡售价超过数十万元,依然供不应求。 中国特供的A800、H800更是被当地加价抢购,AMD自然也不会错过这个市场。 6月底,AMD正式发表了Instinct MI300A及Instinct MI300X两款AI加速显示卡。 其中,前者是CPU加GPU首次合体的产品,后者则是纯GPU,主要用于AI、HPC高效能运算等领域。 重点是,MI300X就是一款对标达达最强显示卡H100的产品,拥有最多8个XCD核心,304组CU单元,8组HBM三核心,显示记忆体容量提升到了192G,相当于达H180G的足足2.4倍。 同时,HBM记忆体频宽高达5.2T每秒。 Infinity Fabric总线,频宽也有896G每秒,同样远超辉达H100。 MI300X的192G显示记忆体不论效能还是容量都是史无前例的,尤其是和AI运算,单卡即可支援400亿参数大模型。 售价方面,MI300X没有公布官方建议价,但对标H100意味着售价接近,只会略便宜一些。 AMD相当倚重与台积电的合作关系,尤其是AI加速器Instinct MI300系列的结构复洒度高,如果没有台积电的协助,就无法顺利推出。 苏兹峰特别强调,感谢台湾供应链伙伴的支持,未来AMD也会持续与台湾的供应链厂商有很多合作。 同时,针对地缘议题,苏兹峰说,AMD的基本原则是,公司是国际性企业,半导体产业也会持续成长,企业会希望接触各个市场。 但同时,AMD也是美国公司,会遵守美国法令规定。 而既然是国际性企业,也会有多元供应链,该公司会持续与各伙伴合作。 众所周知,台积电正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请建新的先进制程晶圆厂。 AMD也乐见台积电在海外的布局。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